南京市民袁女士向我们反映 昨天她在家里边吃晚饭的时候 突然发现炒好的肉片上面 居然插着一根断了的注射器针头 看看 袁女士说这块猪肉是她昨天早上 在竹山路农贸市场羽润专柜买的 烧好后端上桌子针头才被发现 这根针头已经断裂 大概有三四厘米长 当时就是我们吃完饭了 然后我就收拾这个菜 然后就在菜那个肉里面 就发现一根像钢丝状的东西 开始就觉得可能是我们炒菜时候掉进去的 然后就把它拔出来 拔出来仔细一看 就发现是个注射器的针头 肉是袁女士婆婆切的 老人眼花看不太清楚 当时以为切到了猪骨头也没太在意 现在想起来全家都觉得很厚胖 就觉得很恐怖 只要是吃到嘴里 肯定会这么长一根针头 肯定会扎到嘴 在记者的陪同下 袁女士再次来到了这家鱼润肉品的专柜 这个新货是从哪 公司的 公司的 这东西嘛 已经我们也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袁女士买的肉是梅花肉 就是猪的上肩胛部分 专柜老板认为 这根针头很可能是养殖户 给猪打防疫针时 断在肉里的 专柜老板赔偿了袁女士一块新的梅花肉 并且承诺会把事情反映给公司 搞清楚针头的来源